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花往他们思想品德课的 王老师的包里 放了一只死老鼠 而王老师下班去摸钥匙 一摸摸一死老鼠 吓得人半天没缓过神来 哭了好半天 你说这缺得不缺得呀 真是女儿干的 小花平时就和他们王老师 非常僵 总说要捣鼓点什么花样来 要不是我一个人扳他 全班同学都骂他家增进 可今天就您进了办公室 而且你们同学都说 你前几天就说要整你们王老师 吓唬你们王老师 水看见了 拿出证据来当面对质 就您这天不怕地不怕的德行 我还不知道啊 做案的动机 做案的时间 做案的方式都有了 你就同时招来吧 嗯 过来 爸爸问你 你是我的女儿 敢做就要敢承担责任 嗯 爸 我确实想捉弄捉弄王老师 我也跟同学说过 王老师要吃算上 有一只玩具小老鼠 我要捉只十老鼠 放进它包里 等它乐点点地摸出钥匙一看 哇 嘴下雨那才好玩呢 臭丫头 你够坏的 可我叔叔阿姨真没干 爸 我真要干了 绝对让您相信我 嗯 所有的推理都正确 所有的证据都清楚 可偏偏不是她干的 你说什么 哦 咬人的狗不叫 叫的狗不咬人 还有比我女儿更调皮的呢 哎 你干什么 我找田园 你找到什么事 我是她老婆 看老公不行吗 你是她老婆 那每天来那个女的是谁啊 狐狸精 哎 把你证件给我看一下 好 哦 今天警方已经审了她一天了 她刚睡 你只能在门口看一下她 哦 谢谢 哦 不信 您来了 您来了 田园顺 想来就来 有你什么事啊 田姐 您误会了 田园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 哟 她还会英雄救美啊 演电视剧啊 你站住 我好言好语跟你解释 你非得胡想瞒缠吗 田园是有错 可你有没有想过 就你这种态度 她常年累月能说得了吗 今天不管你愿不愿听 我都得把话说完 我是不想看到 因为你的固执偏见 和田园的怨恨越解越深 你说吧 我一直在琢磨这张照片里 究竟藏的是什么 我姐姐和夏梦娜临死前 郑重其事地留下这张照片 一定是有她的含义 而我姐夫查到清远去 也一定跟这张照片有关系 她肯定是查到了 其中的什么秘密 才被害的 所以我认为 只要查到了这张照片里 隐藏的秘密 真相就能打败了 你怎么肯定啊 我肯定 因为我和田园 已经找到了 其中的一些重要线索 我们推断 他们应该是两男两女 四个人一起去旅行的 照片里只有三个人 拍照者就是第四个人 这第四个人为什么藏在照片的后面 你这想话挺有趣的 我们按照这个思路查到了清远寺 证明了八年前的确是四个人通行的 最蹊跷的是 他们四个人的留言在我姐夫被害前 被人偷偷地裁掉了 这不是欲盖迷章吗 那为什么要怀疑照片外的第四个人呢 不是照片上还有三个人吗 熊冬浩和夏梦娜已经死了 凶手肯定不是他们 剩下的那个女人 她是个女的呀 女人 女人就不会杀人了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 如果是照片上这个女人的话 以我姐夫的能耐 很容易就能查找 何必要大费周折地 跑到清远去调查呢 再说 照片上已经有这个女人了 她在裁掉那个留言 又有什么意义呢 你分析得很有道理 我没想到 能有那么复杂 听说警方已经找到凶手了 梦总算快要结束了 林岚 我跟你道歉 你知道我是直性子人 想什么说什么 你嘴不饶人 我可没坏心眼 你别见怪啊 田嫂你可别这么说 我要是你呀 也会气得七窍生烟 何况田园她的确有错 不过 她现在真的是很后悔 后悔 她花心的事怎么没后悔啊 那狐狸精药没死 没给她惹那么大祸 她会后悔吗 你呀 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呢 周队 请进 垛osit 垛osit 先去 drank 湖 来 刀子 周队啊是听说大嫂病了 非要来看我一下 这么客气啊 没有没有 方队 这么晚大家这不好意思 一呢是来看玩笑嫂子 二呢是给你道个歉 白天我态度不太好 怎么是你向我道歉呢 应该是我向你道歉 那会儿我的心情太差了 那就都别提了 小白已经跟我说了 干咱们这行 谁遇到这种事情都憋气 方队 这房间太窄 大嫂呢也要休息 我请二位领导去吃宵夜 怎么样 好啊 周队走 走 来 来 来来来 再买上再买上 谢谢 方队啊 明天一大早 我们就要回清远了 这杯酒就算是 下你辞行了 听人审得怎么样了 情况掌握得差不多了吧 都差不多了吧 这个案子影响太大了 这次没能把他带回去 说实话 我这心里啊还真过不去 你看你看看啊 我就知道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你还是让我放人 我就知道你要这么说 说正经的 你们真的认为凶手是田园 今天我听白军介绍了一些情况 现在我们也有些怀疑了 不过前两个案子我们不太了解 所以也就没和田园联系起来考虑 周队啊 我说两点一件 我们的案子确实需要田园的配合 我建议清远的案子和我们的案子并按调查 我们保证控制住田园 如果必要 随时可以移交给你们 这第二点啊 就是我们俩个人之间说的话 魏明被害是否是田园所为 疑点重重 我个人认为凶手不是田园 正因为这个案子在清远影响太大了 你现在风风光光的把他带回去 舆论报道领导表演 万一最后不是他呢 你怎么下台啊 你把他隔到我这儿 先查明了再带回去也不迟 如果不是他 你的负面影响就小得多啊 有道理 很有道理 我现在就很被动啊 这种滋味太难受了 我都听说了 方队啊 这次你替我考虑得非常周到 我要是把田园带回去 那全清远一准是沸沸扬扬 但是到最后 如果不是他 我这张脸 往哪搁呀 来 来 大家干一个 好 干一个 相亡那和韦明生前 都和行动号有关系 所以这两个人的死 必然和行动号的死有关系 这是一种思维定势 如果 如果换一种思维方式 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以你的智商 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破案 是不是 是针破的思路有问题 有问题 相亡那和韦明的死 未必和行动号的死有关系 也许因为其他的原因 被毫不知情的人给杀了 当然 这只是我的揣测 这两张照片见过吗 这可是张老照片了 这大概是向梦娜和叶子 少女时代的照片吧 这男孩是谁 那这一张呢 那这一张呢 这个我知道 这张照片是我拍的 大概有八年前了吧 当时行动号夫妇 拉我去清远旅行 非要给我介绍的女朋友 就是我现在的太太叶子 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你们好像还在清远 四点四的留言簿上留过言 有这事儿 那次旅行心情特别好 搞得和小青年似的 到处留言 都写了些什么 记不清了 无非是些记性感想吧 怎么了 你们问我这个 是不是还怀疑我 和魏明的死有关系 怀疑 怎么样 好喝吗 好喝 美兰 你炖的汤就是不好喝 我也必须说好喝 我可告诉你 这是我第一次炖汤跟人喝 你该知足了 啊 真的吗 喝了你炖的汤 人是会有想法的哦 那你就垫高枕头做梦吧 哈哈 我只不过是感谢你救我而已 那行 嗯 嗯 啊 你 什么骨头啊 猪蹄汤啊 人家不是说吃哪补哪吗 哈哈哈 你啊 怂我 哈哈哈 姐 我找着你送你 你劳神费心吧 你瞧 嗯 人家真的狠 喝汤了 来啦 啊 天爷 嗯 林岚你把事都跟我说了 你怎么早点告诉我呢 哎 没事吧这儿啊 我要早说 嗯 你能听吗 哟 你还有理了是吧 是谁在外头花心偷嘴啊 偷出事来了吧 要不是那姓像的狐狸精 哼 你能老到现在这副熊样吗 到头来呀 关心你的还是你家里人是吧 算了算了算了 这事过去了 就不说了 你好了以后 回去给我写份保证书啊 保证以后痛改前妃 规规矩矩 绝不再花心了 这样呢 我可以考虑饶你这次 让你回家 什么保障 什么保障啊 我又不是三岁孩子 你还来劲呢是吧 我姐大阵大阵饶了你 你别给脸不要脸 哎 哎 田嫂田园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哎 哎 我送送你 我送我送 来 你们都在这儿呢 方队 怎么样 好去了吗 好多了方队 医生说了死不了 哎 说什么呢 方队您是来 啊实不相瞒啊 这案子节外生枝 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故 这行动号 不是小琪杀的 啊 不会吧 这个袁大头 确实指使小琪去杀行动号 但小琪还没进到楼里 那行动号 就从楼顶上摔下来了 我们经过调查核实 确实如此 这么说行动号还是自杀的 我们都怀疑错了 哎 我们真是瞎折腾啊 闹了半天是瞎子点灯白飞了 哎 这怎么能够瞎折腾呢 你们不是也找到了很多证据吗 关键是 如何找到开锁的钥匙 开锁的钥匙 那锁呢 锁在哪儿 来 你看看这个 你是说向孟娜留下的这两张照片就是锁 还有啊 七远四被裁掉的那个留言簿 你的意思是 你们一直怀疑照片外的读的人 就因为他藏头所为 好像有一在隐瞒自己是吗 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就对这件事他表现得非常坦然 我们翻回头来说 这张照片暗指的人就不是他了 而且向孟娜家里肯定有杜德人的照片 那他为什么不直接把杜德人的照片交给他儿子 为什么还用这么难懂的方式 来暗指杜德人呢 我也能不明白 既然向孟娜要留给我们把柄 何不直接了当 害得我们跟蔡雅民似的累死了 这也证明了向孟娜的敲掌 把柄多一个人知道就少一份价值 所以他不能表达的太明白 这么说是照片里的那个人 你们两个打什么哑咪啊 又是锁又是钥匙的 我怎么一点都听不明白 你要听懂了案子早破了 是这样 我们本来一直围绕向孟娜展开调查 但突然冒出未明在清远被害 接下来就发生了袁大头和小齐的事 我们就放下了向孟娜全力突破 袁大头和小齐这条线索 没想到案情出乎意料 迫使我们调整思路 重新回到向孟娜的案子上 而这件案子迷底就在这两张照片中 只不过我们前段时间找错了钥匙 炒到杜德仁那儿去了 不会是他还会是谁啊 还有你 向孟娜的死你嫌疑最大 闭嘴老老实实听着 好好好 职务不严嘛 今天我来就想跟你们两个好好聊聊 坐下 政府我知道的我全交代了 我要有半点隐瞒不得好死 行了行了 你有没有老实交代我们心里有数 我问你 你想杀行动号的事还有谁知道 没有人知道 这种事怎么敢随便乱讲呢 别这么急着回答 你再仔细想想 有一个人不知道 我们下距ли 能实际上 神语 天 彩 我 我 就是 温静 寻 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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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时候不是 可是我懂领导的意思 叫什么 此时无声甚有声 我懂 他真的恨不得行东浩死 你给我住口 你这些话即便是到法庭上也是不会被财信的 我们家老杜行的端走的阵 深圳不怕影子邪 行东浩的所作所为跟他毫无关系 我不许你诬陷他 您别生气啊 就请您给领导讲一声 好好好 但我没说过这些话也没干那种事 行东浩是自杀 自杀 先请现可以上菜了吗 上菜 以后不准再来找我 你怎么走了 这菜都点好了 为什么要找叶子说这些 自从行东浩死后 杜的人就犹豫回避我 找不到他 我就给他打电话 可他一听到我的声音 他就把电话给挂了 我得让他明白 是我为他出掉了心腹大患 他得关照我回报我 他要真以为行东浩是自杀 我不就白干了吗 所以我找叶子帮我过个话 那他是怎么帮助你回报你的 事实上现在的大型工程 施工方为了竞争 拿到合同都得电资 这电资的比例很大 有的要占总预算的一半以上 最后结算很困难 这收款就很困难了 而宾州大厦的工程 我基本上没电资 所有的款项都按时结算支付了 我当然心领神会 很感激他 您所拨打的电话 无关一 MORRES 这是MORRES MOR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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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老 您好 我是小叶 杜德仁的妻子小叶啊 喂 喂 小陈吗 是我 叶子 杜主人有消息了吗 什么 原顺发被抓了 是他杀的行动号 好好好 我知道了 杜主人一有消息 赶紧通知我 好 杜主人一有消息了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在毫无防备的状态下 被人勒死的 什么样的人 会让她毫无防备呢 这就不排除 女人作案的可能性 是啊 有没有可能是女人作案 动机何在 证据何在 照片上的行动号 跟向美娜已经死了 杜德仁呢 我们也调查过 只剩下这个女人 我们还没有 好好地打过交道 方队 我跟她接触过几次 感觉她心境很深 说话总是遮遮掩掩 留有余地 再跟她绕圈子 效果不大 干脆锁定她 直接了当 是该正面接触的时候了 你和白秋去 重点查问照片的内情 如果她说话有出入 立刻正式传去 留职审查 是 明兰 你们找我啊 别自作多情了 我们是来找叶子的 议校长请假了 不在学校 什么事请假 不太清楚 你问主任吧 我还有课 先上课去了 这两天我还真要找你呢 我就等着你约我呢 我给你打电话啊 我们走 好 我说 你们找杜太太啊 她今天一大早就拎着旅行袋出门了 你说什么 她拎着旅行袋出门了 对 她出门的时候我跟她打个招呼 问她是不是去旅游 她怎么讲 她笑了笑什么也没说 谢谢 谢谢啊 我是方路啊 方路 认识好了 家里和选项都去过 小区的门卫说 她一大早就拎着包走了 一定是她听到了什么风声 跑了 别着急 打个电话到宾州检查院外了 我想她可能去那了 嗯 就这样 对不起杜太太 我们有规定 在隔离审查期间 您还暂时不能和杜德人见面 请你理解 我明白 那请你们把这些衣物转交给她吧 我和杜德人结婚这么多年 我们家的经济都是我在管 她从不过问 这是我们家的存折 和所有贵重物品的清单 全部都有合法来源 请你们审查 谢谢你的配合 不过 还是先把这些拿回去 如果必要 我们会找你的 老实说 我不相信老杜会有任何经济问题 他是个很淡薄的人 我们没有孩子 也没有家庭负担 更没有任何不良嗜好 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也不高 钱多对我们毫无意义 他是夹在上级和下级的夹缝中间左右为难 太过坚持原则吧 容易得罪人 放任自留呢 又会被拖累 这个杜实在很难把握 所以才会落到今天的地步 但不管怎么样 我相信他的人品 他绝不可能做任何犯法的事 请杜太太放心 我们会认真审查 纵视是重证据的 您先请回吧 这封信麻烦你们转交给他 这不合规定 信没有封口 你们可以先看 如果觉得内容上没有任何问题的话 再麻烦你们 在方便的时候转交给他 那好吧 我们暂时收着 合适的时候呢 我们会替你转交 谢谢 你开快点 还要怎么快呀 哎 做手电筒光速 每秒三十万公里 一按钮搜就到了 哟 玩大了啊 跟我耍嘴皮子 岂敢岂敢 这是为了你的安全吗 我这心里 可是时时刻刻都撞着你 想追我就追 直说啊 没见过那么厚颜无耻的人 那你可得教教我了 这犯人嘛 我知道怎么追 女孩子 还真没追过 你小心点开车吧你 快来劲啊 快点开车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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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够快了吗 你说这叶子明明知道见不着杜德人 非要跑到冰州去干嘛 人知常情嘛 小野 要是我出了什么事 你会这么大老眼的跑来看我 呸 鸭嘴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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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一会儿叫快 一会儿叫慢点 叶子 叶子在那 叶子 哎呀 刚才连让大巴上 快追啊 这 掉头啊 怎么掉 这是高速公路上呢 前车链也出口 你下去再掉回来吧 这还有你教 这是我的顶头上层 杜德人 你好 怎么样 我没说错吧 这么优秀的男人 光哪儿去找就呀 嘿嘿 讨厌 也跟我装 好 你那眼睛啊 看到别人就没离开过 我还不了解你 我们去那边吧 你觉得是一 пл 来吧 这里再 Juliet 怎么了 怎么了 都怪你 跟丢了吧 这怎么能怪我呢 早不遇上晚不遇上 偏偏在高速公路遇上 我有什么办法 停车 怎么了 我的顾奶奶 快停下啊 只管埋头开车 不是不长眼睛啊你 你看那谁 叶子 快倒回去 你拔他干嘛 你就喜欢开着警笛 哇啦哇啦乱叫 一跳下车 我是警察 傻子啊你 不进去 周警官 怎么 你们也在这儿 我们想找你了解点情况 到那边去谈吧 要开车了 等我回去再聊吧 没关系 坐我们的车也一样 请你先看看这两张照片 你们从哪儿弄来 这么旧的照片啊 我都没了 一眨年 这么多年过去了 真像是做梦啊 这张照片是在哪儿拍的 是谁拍的 我想想 时间太久了 应该是歌舞厅的服务生吧 那时候我们还在念高中 女孩子对什么都很好奇 所以跟几个同学去过几次歌舞厅 说是蹦迪 笨手笨脚的也没学会 觉得没意思 再加上我正要高考 功课很紧张 就没有再去过 这一生也就去过那么几次 也就是所谓的青春期吧 想想还真有意思 她是谁 她是向梦娜的一个朋友 我不熟 叫什么也记不清了 她好像在跟向梦娜谈恋爱 时间很短 高中生的恋爱都是很幼稚的 向梦娜比我要早熟 她现在在哪儿 在干什么 不清楚 我考上大学 离开福田已经十几年了 从来就没回去过 向梦娜和她还有来往吗 不会 向梦娜也离开福田很多年了 再说她已经结婚了 孩子都这么大了 高中生式的恋爱 早就忘得干干净净的 还有 向梦娜很不喜欢福田 说起来就不开心 为什么 福田是个山区小县城 又小又穷又闭塞 向梦娜心气很高 她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 就到省城去闯荡了 她总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从来也没有看过一望无际的田野 也没有闻过泥土的气息 不知道向梦娜现在长眠于地下 是不是应该闻到泥土的气息了 这些话你以后再说 你先说这张照片是怎么回事 老老实实讲 什么怎么回事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们大老远跑来这里 半路上拦住我 就是为了问这两张旧照片 我还没问你们呢 这照片是哪来的 犯着你们什么事了 哪来的你甭管 犯没犯事 我们心里有底 你说这照片谁拍的 在哪拍的 八年前去清源旅行 我丈夫拍的 你丈夫 是啊 杜德仁 怎么了 他不能拍吗 他 既然是四个人一起出去旅行 他为什么不合照 为什么要躲在画面外 你这叫什么话 拍照片总得有人断相机呀 我们拍了很多照片 也有四个人的合影 是叫过路人拍的 为什么你单单 挑这两张来问长问短 叶校长 你误会了 我们在调查 夏梦娜的案子时 偶然发现了这两张照片 想找你了解一下 当时的详细情况 夏梦娜很喜欢拍照 照片很多 怎么叫偶然发现这两张呢 这当然有一些原因 但我现在不便告诉你 希望你理解一下 我们还了解到 那次旅行 你们四个人 都在清远寺的留言册上 写下了感想 对吧 对 是有这事 还记得写了些什么吗 不记得了 已经过去八年了 当时也是兴之所致 没当回事 八年前 你在留言册上这样写的 北京 不经意间 对 我 哪有 就要 在 你 你 不经意间 你仿佛丢失了山沫 从什么时候交信又再何时分开 茫然无错的我总在跌倒时想起你 温暖的双手泪眼中发现 一句谢谢已经迟到了多年 拉梅花梅无奈花期待不断 在醉意寒冷时绽放却在暖春落白 就算为了我俩她也没法改变 然而你我的歌谣我一直还唱着那句谢谢 在我心里生来多年 我生命中那段美丽的日子 还能再次到来吗 这一生终没能说出口的两个字 这一生未能忘满的缘 你都会明白吗 不论在何处相逢 天堂活着九泉 我要安慰地告诉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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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